今天凌晨一点多 在台北线三峡的高速公路上 有一辆最小颗车停在路边 突然的开始冒烟 紧接着是整辆车就陷入一大片的火海当中 冲切的火焰是来势汹汹 把整辆车的前后锅里都烧融了 消防队紧急出动了两辆的水箱车抢救 还好没有人受伤 消防车铭笛声不断逼近 要抢救这辆深陷大片火海当中的车辆 两名没有防护装备的消防员 慢慢走进之后又再度后退 因为火势实在太大 得等待水柱灌救 北线消防局出动两辆水箱车供水 消防员拉起管线 超级火点猛灌 顿时黑烟冲天 烟雾弥漫 好不容易稍微控制火势 车辆底部又再度冒出灵性的火苗 眼看刚扑灭的火可能再度燃烧 消防人员绷紧神经 这场凌晨一点发生在三峡地区的火烧车事件 火车之大车辆前后的玻璃已经被烧容 在救援过程当中还接连发生轮胎气爆和漏油自燃等突发事件 目前消防人员出国国排除人为纵火的可能要继续进行火灾件事调查 中间新闻李明年谢卡轩路易真台北采访报道